Ryo 了世紀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庫曼人對上敗戰提人 這場比賽是競技場大師第七屆的比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位選手 是我們的知名玩家 道特 那也是我們俗稱的爺爺 那道特這次選的是庫曼人 庫曼人在競技場來說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選擇 因為你封定時代就可以蓋TC 讓對方的壓力其實蠻大的 但是其實對方應對方式也很簡單 直接趕快速上城堡時代 趕快去開3TC 護農 其實並不會落後太多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遇到庫曼的時候也不用那麼緊張 就覺得他為什麼封建時代可以蓋TC 但其實這件事情是壓力沒那麼大的 你只要正常的24P 點下這個封建時代 然後再去速升城堡 你一樣是可以蓋TC 跟他農上去的 大概會差距5到10村吧 以忍而易 然後我覺得庫曼人在競技場的表現 算是中威中矩 不會太強不會太弱 最主要是因為他沒有三級色 所以戰矛偏爛 如果打到後期垃圾兵的情況下 他會非常落後 他一定要趕快到這個 欸怎麼說 帝王時期之後 城堡時代的時候 用這個青茶迅速輸出 帝王時代的話 可能要轉一些大肉碼 或是其他的戰術 但庫曼其他戰術 其實沒有太 有了解 因為庫曼他最後打的東西 都是青茶配遊俠的路線居多 那其他的東西我覺得沒有到特別強 像什麼草原騎兵之類的 我也覺得沒有很強 或是偏普通的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是選擇了敗戰體能 那敗戰體能在競技場來說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 需要打這個希臘之火 這個火炮塔 那還有大量垃圾兵跟駱駝 那為什麼是駱駝呢 主要是因為他駱駝的造價 跟垃圾兵一樣便宜 減少了這個25%的成本 而且他沒有三級貢的關係 所以他的騎兵跟駱駝 相當會稍微弱臨一點點 那他的半戰體聖騎兵當然也是 那我如果覺得真的要打贏的話 還是要靠後期的兵種 例如打這個半戰體聖騎兵 或者是打這個強武啊 火炮 火炮塔 之類的檔委會比較能讓半戰體人 拿到更多的優勢 好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那半戰體人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在競技場有優勢的 就是他建築物的血量是比較多一點點 好 一開始 血量就會比對方TC 多了一些些 那成本的話是1800滴 其實是一樣的 十搶啦 成本也是 那我覺得半戰體人 可以利用自己的城堡血量優勢 去跟對方打一個巨頭戶頭 然後再偷偷轉火炮 偷拆 通常這樣一來一往 因為有時候有些玩家會忘記自己半戰體 這個優勢其實蠻巨大的 復仇情況下 匯輸的場面是比較少的 好 那庫曼這邊是 優先升到了封建實戰 先開下一個TC 這邊是拉了9個人去蓋 我記得以前很早的版本 是 那時候2019年吧 庫曼剛出來的時候 好像有限制6到5個村民去蓋TC了 最高速度上限是這樣子 但好像之後有改掉嗎 我也不太確定 好 他這邊是拉了9個人 應該就是有改掉了吧 好 那為什麼那時候庫曼這麼紅 就是因為 庫曼當時的草原騎兵太強 然後庫曼又可以提早 開TC開農 所以當時就是 庫曼之亂 每個人都很庫曼 那時候草原騎兵超強 照價又太便宜了 30黃金而已吧 印象中 然後又有2防 雙防2 然後傷害 攻擊力9 比騎士少1攻 然後射程多1 完全沒有人想要出騎士啊 每個人都在出草原騎兵 呵呵 而且還比騎士便宜了快 快一倍多 真的覺得 那時候的草原騎兵真的是 跟鬼一樣 每一場都在玩草原騎兵 他我那時候玩的有點膩啊 每一場都在玩草原騎兵 當然現在真的是平衡許多了 覺得這個環境越來越好 好 那巴仁廷這邊也點下了 城堡時代很標準的24P喔 好 趕快去下這個TC 好 看這邊村民數 好像落後很多喔 落後大概快15吋喔 好 對阿 以目前階段來說是這樣子喔 但是你們要去想 現在3TC待會開下來就不一樣了 但巴仁廷這邊是選擇了八木開的關係喔 木頭量並沒有這麼多喔 因為他這邊是想要撿聖物喔 先下修道院 然後還要再下個馬舅之類的吧 他沒有下馬舅嗎 哇沒有下馬舅只有下修道院喔 因為對方是庫曼的關係喔 他不想要讓自己村民落後太多 所以沒有下軍跟修道院 這兩個東西就要耗費275木頭了 好 就可以蓋一個TC喔 而且如果這邊蓋一下3TC的話 肉碼也很難按 好 那目前看起來 森旅是想要兩隻出門喔 有個 有個印照吧 就是怎麼說呢 應該森旅被砍掉的話 另外一隻森旅喔 至少可以招強掉對方的 肉碼 好 但道德這時候又 點下了城堡賽 村民數 哇領先了大概15吋了 怎麼跟我想要中的 好 更多一點 這就是極速上風的庫曼嗎 好 這邊兩隻聖旅館出來 先招下 欸呀 結果沒有打掉對方的聖旅 道德的 赤頭直接叛變變成對方的 好 但自己也補下了馬舅 想要來去阻止對方 撿聖物 欸呀 阻止到了 好 好 這個聖物可以再繼續撿 好 點下了神聖思想 第二隻聖旅 第一隻獅頭出來 哇尷尬尷尬 對方巴丹提呢 打得有點微妙 但是道德這邊又出了更多肉碼 好 我覺得打得還不錯欸 並沒有很差 哇 它這樣子只讓對方 拿到一個聖物而已 這樣道德優勢蠻大的喔 這裡趕快再補下青旗兵升級 好 再按下修道院 3TC再開下去 哇 經濟很好 好 其實跟我們輸的差不多 大概 輸10到5村了 53村對60村 臭民術並沒有落後非常多 只有那個封建時代那個時期 會比較領先很多 庫曼這邊 那巴丹提現在要打的方式 也可能要出一些槍兵了吧 或駱駝吧 我覺得直接出駱駝也不差 但是出駱駝有個缺點喔 會很容易被庫曼人 到此這邊給招降住 所以出槍兵算是一個折衷方案吧 好 這邊老頭一瞬間被砍掉兩隻 後面孫女出來被打到色色發抖 不能出門 有點難受 好 這邊找得不錯 孫女再度被砍掉 雖然青崎兵也送掉 但 這是不錯的 不錯的划算交易啊 好 趕快剪輸 剪輸就走 走走走走 跑了跑了 哇 天空熊無形輸出 哇 天空熊倒地 好 好 後面兩隻八安亭 青崎兵想要再繼續追嗎 這裡青崎兵數量很多 好 左邊這邊也是偷偷撿走了 哇靠 道德這邊晚上 城堡時代 然後 翠蛤贏對方啊 拿到了四個聖物 那庫曼這時間點還點一下帝王時代 而且還可以有一棟城堡 八安亭這邊雖然升帝王時代也很便宜喔 所以打這個樹地強弩也沒什麼問題 但如果是一般文明的話 庫曼這邊會領先非常多 哇 這個時間點 真不愧是爺爺啊 戰術打得不錯 有料有料 在外面的位置 可以射到城門的地方 還可以守到一塊金的位置 點下了自己的城堡 好 稍微加速一下 好 一級射跟二級龍 還有二級射也補下 八安亭這邊是點了二級龍跟一級弓 這邊是想要打什麼戰術呢 哇這個老頭直接被射死 哇這個八安亭這邊失誤一點多啊 好 連環寶直接下 這邊是有可能要出青茶然後出雙巨頭開拆喔 好 清洗兵直接輸出 在封建時代 在城堡時代的這個城牆血量是比較多一點點喔 1800滴對上2000 2000多滴的 好終於打破這個城門 裡面也是圍好了 好 待會這個城堡蓋裡面 已經蓋好了 OK 城堡血量6000多滴喔 跟4800多 這就是八安亭的建築物血量 這就是八安亭的建築物血量 快來再升重中長槍兵 跟護衛技術 看到洛瑪這麼多的情況下有點煩 但青茶是很針對長槍兵單位的 所以這邊可能要搭配一些戰毛兵喔 或是強弩會比較好 不然這邊 現在強弩不管是打洛瑪或是打對方青茶 殺傷力其實都還不錯的 當然要出洛瑪硬點青茶還是可以喔 但是打洛瑪效果就沒這麼好 好 點下安息人戰術 安息人戰術點完之後 對長槍兵會多加4攻傷害 所以出槍兵路線可能會有點難受 好 剛剛點化學 化學點完就可以出火炮了 好 但是三巨頭出來 拆TC非常快速 不然安提這邊可能要再補一個TC在這個位置喔 去補一下村民數量 開始把經濟往後擴 超過 到頭這邊強弓打得非常好 青茶也在繼續出 但是班典體的建築物血量還是很多 6700滴 OK 蓋好化學火炮應該要出了吧 他沒有蓋工程 工程器製造所 看要不出火炮 哇 青茶到處射射 好 戰寶兵出來 擋一下 OK 效果不錯 好 後面勝率也來不及 拿起來這個血量 好 巨頭大戰 兩邊都在戶頭 但是班典體的城堡血量真的太多了 好爽 喂 戰毛兵優先點老頭 點掉兩隻 還不錯 青茶血量也是被下降許多 由於班典體這邊三法還沒有點喔 所以被青茶射還是很痛 但老實說 其實點下了三法喔 青茶這個散彈效果 只要數量一多 打戰毛兵 血量還是掉很快 但我覺得換久了 青茶也是會虧的 好 戰毛繼續丟 好 城堡快被修回來了 但是資源也快沒囉 他另外開始走在外面 好 道德開始要來全境封鎖了 開始在控一下城堡 當然這邊蓋城堡有個細節喔 我覺得道德這邊其實做的外面城堡沒有控得很好 等一下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邊喔 這邊槍兵戳掉了一堆青茶 後面戰毛兵開始反打了回去 垃圾兵戰術對班典體來說還是比較強大的 畢竟減免太多了 那這個城堡有個細節喔 應該要蓋在更後方一點 大概這個位置 因為你蓋這個位置的話 巨型頭司機也可以站在城牆裡面喔 架起來喔 可以及時的反制喔 你要讓對方不好攻擊的話 就是往後蓋一點喔 對方巨型頭司機一定要出到城門外喔 那你這時候可以用自己肉碼去踩喔 會比較好一點 那當然這邊也是喔 這邊可能就是要蓋後方一點 大概這個位置 那他巨頭一定要出來喔 才可以架起來 他就會沒有那麼好 踩你的城堡 這個是一個競技場你要去封鎖對方的城門時候 最好 最好的辦法喔 好 半人亭這邊 疊頂下了自己的級兵 庫曼這邊則是按下了 薰牙力輕騎兵 還有三級的攻兵練獎 這樣可以讓自己的清查防護力提升到最高 但是依舊對戰毛兵還是無法擋得住喔 好 肉碼直接衝了出去 城堡掉了 庫曼點下了一攻 要來增加大肉碼的傷害 現在到頭有點在存黃金喔 戰毛兵直接硬點 後面肉碼後面直接想要硬拆巨頭 拆掉了一台還不錯 第二台可能有點困難 唉唷 巨頭也拆掉了一台 巨頭輸出不錯 第三發能拆掉 哇 三巨頭都收掉 這個巨頭趕快閃了 清查這邊回頭輸出一下 但 輕騎兵 肉碼要打這個 騎兵還是太痛了 趕快閃 趕快閃 這不能再繼續打 大概不錯 三巨頭都收掉 讓霸人體這邊出來的時間 再更晚一點點 這邊想要空圖 的話還是有點時間 但道德這邊聰明數沒有很多 是有delay嗎 哇靠 聰明delay 17分鐘 因為剛剛我也出落馬 所以聰明沒有繼續按 這邊應該是現在巨頭戰隊的一個弱點 就是 太想要用太多軍事喔 去正面前壓 當然這是一個正常的判斷 反正就是人家兵這麼多 如果你兵太少的話 你前壓板就會很容易壓輸 但我覺得delay太久也是個問題 這個中間的取死要怎麼拿捏 應該是現在職業選手們要去做個判斷 因為很明顯的告訴我們 現在是150吋戰術 是優於120吋戰術的 好 清查這邊補到了14隻 道德這邊聰明海武繼續按 但是巴南提這邊聰明數按的有點少了 TC也沒開第三個 我覺得巴南提這邊再打下去 可能會越來越劣勢喔 道德這邊反正是不斷存繼續按 好 按下中頭的三級 二攻也點下 好 三巨頭產了出來 這可以架得起來嗎 還是要出去架呢 那巴南提這個是有免費獵王技術的 應該是有看到 哇靠 果然 對 城牆內輕鬆開拆 完全沒壓力啊 這個城堡就是有點白給了 如果往後蓋一點的話 這個位置 他就要出來了 出來的話就有機會可以拆得掉了 用自己的投石車 或是這個清查的傷害都可以拆得掉 好 那巴南提這邊點下衝車的升級 想用衝車來吸引清查的傷害 這個想法很好 但是破萬這邊轉出了中頭 轉出中頭的話 衝車效果其實就沒這麼好 而且他現在組成搭配喔 都是被投石車給針對了 投石要打這些大量戰矛啊 或者是擊兵喔 或者是巨頭 或者是衝車喔 都是屌康的 欸 巴南提應該有火炮吧 我記得他是有火炮的 他怎麼不出火炮呢 他出火炮很好打啊 清查才對的 對阿 他有火炮 他怎麼不出 好 現在要出了 怪怪的阿 這個應該不能這麼晚出了 火炮應該要早點出才對的 哇靠 然後到這邊升級重頭 重頭血量更多一點 變75滴 傷害變70 傷害更猛一點 欸 拍一下拍一下 舒服 再砸一發 哎呀 大量擊兵直接殘血 巨頭被拆掉了一座 後面大龍馬拆掉了所有的巨頭C 輸出非常的好 再砸一發 再砸一發 戰毛兵損失慘重 後面有重型器械 火炮要小心一點 好 這裡火炮直接被三隻肉馬抓掉 哇 道德這邊操作修得非常好 中間戰毛兵直接被拍爛 道德這邊打得非常猛 中頭做出非常多的傷害 哇靠 哇 這個打得好漂亮喔 這個火炮 道德也是有用肉馬去抓 我們在混亂之中 看到道德後面抓掉了三台巨頭 然後中頭繼續輸出前面的擊兵 跟後面的戰毛兵 火炮也是用少量的肉馬抓掉 這裡是道德的控兵大獲全勝 好 重型托石 車也好了 這個範圍更廣了 火炮點 哦呦 火炮輸出的不錯 這台火炮做了力的大功了 好 這裡又再點掉 OK 火炮數量一出來 重頭就沒這麼好輸出了 好 重頭全部被點掉 好 但是班人體的黃金其實不太夠了 要注意出火炮的話 這個戰毛數量 不是戰毛 擊兵數量要夠多 他可以阻止肉馬去拆自己的火炮 好 那目前主金被控 這八塊黃金不能挖 班人體被控黃金 竟然只能用垃圾兵打回去有機會嗎 呦呦呦呦 好 清茶算數量變少了 那還是可以稍微輸出一下 後車再砸一發 火炮繼續出來 班人體可以稍微奪回來黃金嗎 順便投資機繼續開拆 工程器製造所 好 第二台火炮出來 道德沒辦法第一時間收掉 欸 這邊偷偷輸出 哇 中頭砸一發 再一次砸掉對方的火炮 對方火炮全部被打掉了 哇 道德這邊扣兵扣得很漂亮喔 重心投資機繼續輸出 對手打錯了聚聚 他順便祝福了道德 恭喜你打得不錯 祝你下一場比賽順利 哇 對方也是非常有運動家精神的 還祝福道德打得不錯 希望他下一場比賽可以繼續努力 那我覺得道德這個比賽打得非常精彩 這個清查控得很不錯 數量一直保持在還可以輸出的數量 大概十隻左右 肉麻一直按 肉麻一直去打後方的聚的火炮 那聚一頭實機也是在那邊偷偷點 偷點之外呢還用這個中頭去點對方火炮 跟疾兵跟戰馬 這個控兵確實控得非常了得 黃金呢也是把對方鎖死在家裡 沒辦法挖 這也是對方地圖有點爛的關係 那道德也是巧妙利用這一點 想要控他的黃金 控的也是相當漂亮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應該是由道德全面勝利 木頭輸一點 肉麻贏 黃金也贏 石頭也贏 生物也贏 沒有輸的地方 道德這個清查肉麻 重頭戰術 打得十分漂亮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érer到那了 加水 爺 第二個 curb 吳